哈喽,娱乐新天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阳千玺 这回在新剧中,一阳千玺扮演了少年屈原的角色 天下变了,楚国变了 我是当人之民,但你是今人之我 饰演这样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 自称菜鸟演员的一阳千玺 其实没少给自己瞎压 接着是屈原大的这么一个角色 就是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目中都会有这么一个角色 一阳千玺为塑造角色做了不少功课 除了备台词,补充背景知识等一些基本工作 他还特地向同剧组的前辈借阅了一本楚词 努力跟文言文搏斗了一把 诗篮里面大部分都看不懂 然后在林骚这话的时候 就是会自己去查阅一下 都知道一阳千玺本身就是个多才多艺的大男孩 平时兴趣广泛 书法、绘画、乐器都不在话下 因此在很多人看来 他嗡嗡尔雅的诗人扮相 在气质上还挺有说服力 不过他本人却并不总是如外表这样文质彬彬 我自己比较喜欢舞系 所以对舞系是有那么一点兴趣 而且之后的台词也是偏长 所以之后那些文系会难一点 我们那个组文系的导演 就是看起来非常严肃 然后就是在文系组拍之后 一定就是我会特别认真 别看他在接受采访时 总是乖巧斯文的模样 但人家毕竟还只是个16岁的男孩 身上也有活泼好动的一面 不拍戏的时候 更是喜欢通过运动释放自己 就是打探修啊游泳啊这些 因为我们当时都在山里面 恒店里面拍的 不拍戏的时候出去走一走 娱乐星天地 北京独家采访报道